今天早上录的那个滤镜没没搞 所以又上传了 刚才把这个滤镜啊 给加了一下 这个地方加了一下噪音控制的滤镜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我前面上传是交易回顾第三期 我现在就讲第四期 2016年的4月份 那个第10名 我来看一下啊 2016年4月 第10名10万到27万 大家都很猛啊 第一名是30万 其他的我以后有时间再看他们写的程序 现在先把我自己的程序给微读 2016年4月份我去导一下 2016年4月份 这个时间很长了 2016年4月 这是中间一个比较大的作当 42.69% 这个都是因为比赛的原因 我来压这个是HLADX 我不是把它的下载下来 这个应该跟我前面讲的应该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仔细看一下这个Washim 把它下载下来了 我把这个Washim ADX 那时候我还很喜欢用ADX 前面几个都有ADX 好 我同样的啊 那时候是用uncandle的命令 不是untic 实际上我也不知道这个DX高比这个有多大区别 是黑线图形成的时候 出发 这个就直接上手 就placing是零 还没开仓的话 往下走啊 default 这次是欧元对日元 我把这个图找出来 日元01 2年 还得往前走 6年4月份 讲到图线吧 比那个操作方便 4月份啊 这1号48也不够了 在这 4月份在这 4月29号 走势也不是趋势很普通了 我怎么能赚到百分 从10万到27万呢 来分析一下 走势也算比较趋势还是比较明显 中间有一段 来看一下实图 应该4月份走到一半的时候 一个比较大的做档 走到二十几号的时候 25号的时候也给达的做档 到15号这个有反转的 所以给达的做档 到25 25号怎么也这么大 现在难道就这么一个 我去看一下这个程序我怎么编的 刚才是这个placing 现在没开仓的时候 我就继续往下走 找历史的一个K线 一分钟的 就是2 在两根K线之前呢 这是前一根K线 一个是K1一个是K2 均线15分钟均线21的M 这是前一天的 这是三个的 我在说思路很清奇吗 我什么都完全没有印象了 为什么15分钟 我是前三天21均线 可能是我看角度 我看是不是 SI 15分钟 SI14的参数 我也前一个的SI ADX ADX也是14 拣一个 2是前两个为了一个ADX 好再看这个Calculation 这个ADX-ADX ADX0就是前一个ADX值 减去两个ADX值 看它的 如果是正的话 就应该就是ADX是上涨 如果是负的话ADX是下跌的 这个ADX大于0.2 我再继续往下走 我们在M20 M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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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的均线 为M 这前一个值 小于前三个值的 ADX上涨了 但是均线是下跌了 再往下走 小于的时候就是RSI 15分钟 RSI 小于50 K2 就是前第二个K线 是小于 closed 一分钟的 K1 K2是一分钟的 2016年编的也有点复杂 小于closed 这个阳线 往下 K1 是closed 小于K1的closed 小于K2的closed 就等于K1 K2的阳线 K1 就画了一个阴线出来了 就开始sell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OK 哦 这个 这有的猛 这个的LOS 是8 当时的赌 赌得很厉害 不过这个止损 因为很低 所以是8 没什么 止损为13 take proper的为89 这个是ROI 就相当高了 因为算那个 不是一般 那时候喜欢用 Fiblarci参数 89和13 就等于有个1比6 就直接就这么设了 有意思啊 好 好我在看Bi 是不是同样的 Bi的逻辑呢 也是ADX 反正一直是上涨的 大于0.02 反正认为是趋势均线 21这个均线呢 是前一个比前三个 大 就等于一个角度是大的 往上走的 RSI15分钟 RSI是大于50的 出现了一个一分钟的 原来是个阴线 现在变成阳线的一个手势 就入场 那个LOT很高 因为我这10万的账户 开到8 但是因为资损很低 只有13 13到89 等于有6点 接近1比7了 就是13乘以7等于91 这个是89 接近1比7 这个程序 就当时做到了 看4小时图都已经 鲜效了 看15分钟图可能 才会搞不着 果然15分钟图又跑了 按一个程序 主要是有几个大涨 这6应该是1比7的 就非常好 这一段回调的很厉害 因为达到89的 那个target 就很不容易 这个程序跟我前面讲的程序 是完全不一样的 说明我2016年时候 那个风格 还是按ROI比较高的 这种风格来走 但是如果碰到这一类行情 程序就会被连续止损 因为13点的止损 那碰到这一类 差的 或者像这种 就可能说 不能迟到一段好的 这个程序目前就打到这儿吧 就连4月份 4月1号到4月29号 从10万到27万 多当8% 多当40%多 好谢谢大家